上可喜原明朝将领 后投降清军 成为清朝南下统一中国的主要功臣 是清出广州屠城的柜子手 那么上可喜是怎么投降清朝的呢 上可喜祖籍山西洪洞 世代务农 祖父迁到辽东营口 上可喜就出生在这里 十八岁时因后勤入秦辽省 他随父亲上学礼迁徙到辽西景州松山避难 后父子先后加入明军 上学礼先投辽东巡抚文化珍 后随毛文龙入皮岛 上可喜在天喜三年 一六二三年参加明军水师 第二年到皮岛找他爸爸 也投入了毛文龙的麾下 上可喜父子团结后不久 他的父亲就在与后勤的作战中阵亡 毛文龙将上学礼所部 交给上可喜统领 重真四年1631年10月 皮岛发生兵变 东江总兵黄龙被拘禁 正在海上值守的上可喜闻讯后 赶回皮岛镇压了兵变 杀了兵变带途者 救下了黄龙 黄龙为表达感谢 当即提拔上可喜为游击将军 不久后 明朝就发生了无桥兵变 孔友德 耿仲明等 占据登州 抗拒明军一年有余 重真六年二月 明军收复登州后 孔友德和耿仲明逃往海上 上可喜又奉黄龙之命 率舰队围堵叛军 后因平叛有功 被提升为副将 同年七月 以投降后金的孔友德 耿仲明引导后金兵攻陷李顺 黄龙兵败自杀 留在李顺的上可喜的妻贴及家眷数百口 也全部投水而死 黄龙死后 新任东江总兵意图谋害上可喜 上可喜争承之后 就产生了投降清军的打算 此后 上可喜派部下前往沈阳 与后金接洽 黄太极得知后 兴奋至极 大呼天助我言 崇祯七年 一六三四年正月初一 上可喜借元旦开会之机 抓捕明朝将领 然后携带军民万语人 以及全部军械和航海渡船 归降后金 四月十日 上可喜来到圣经 黄太极出城三十里相迎 与上年孔永德 耿忠明归降时同样待遇 黄太极赏赐珍宝无数 还发还了先前所俘虏的 上妾能找到的上可喜家族成员 共计二十七人 之后 封为左兵官 两年后的一六三六年 黄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加封孔永德为公顺王 耿忠明为怀顺王 上可喜为至顺王 这就是清初的满清三顺王 并将海州赐予上可喜为封地 家眷旧物安置于此 上可喜受到了黄太极的极高领域 同年十二月 上可喜随黄太极征爬朝鲜 迫使朝鲜国王签订城下之盟 在1642年的松锦大战中 上可喜跟随清军攻打松山 杏山等地立下战功 同年 清朝设立八级汉军 上可喜被编入汉军襄南起 宠真十七年 清顺至元年 上可喜等三顺王随清军入关 追缴李自成 后于吴三桂随英王阿纪格 沿长城而下 占领了李自成的侄子 李锦首位的燕安 之后出武关 进兵湖广江西 追击李自成残暮 李自成在九宫山被杀后 上可喜班师回京 奉命回驻海州 顺至六年 清廷改封上可喜为平南王 刺金印金彻 与靖南王耿仲明 带旧部两万多人进军广东 最后直递广州城下 两路大军归平南王截至 顺至七年 1650年2月 清军一路势如破竹 直达广州 然而 南明梁广总督拒绝投降 上可喜等人围困广州 长达十个月 最终于十二月攻下 据清代官方史料记载 广州图城 斩兵民七十余万 又追缴于众至海滨 逆死者无数 史称更吟之节 康熙十二年 1673年10月 69岁的上可喜 再次上书请求告老回辽东老家 让他的儿子上知信 镇守广东 这已是他第十一次 提出告老请求了 康熙同意了他的请求 并同时下令撤出三番 不料此时 平溪王乌三贵 接到三番全撤的圣旨后 打出了 兴民陶鲁的旗号 起兵反清 蜻蜓救命 上可喜留下镇守广东 三年后 他的儿子上知信 发兵围困了老爸的府邸 夺取了广东最高指挥权 响应乌三贵叛乱 上可喜闻辩后 欲悬梁自尽 被左右救起 同年10月29日 上可喜在广州死去 终年73岁 康熙20年 归葬海州凤祥山 广州大屠杀 让上可喜陷入了 无穷无尽的噩梦之中 终日不得安宁的她 经常留恋于 各种各样的寺庙道观 企图能获得心灵的平静 她在海状寺主持的点播下 似有队伍 想做些弥补的事情 那么 她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下集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